嗨,大家好,我是大西妈妈 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件衣衫傍水的套头衫 这个针现在知道了后片之落差的位置了 这一块就是支的落差 这一段要挑出来十针 这十针怎么挑呢 你看这一个小辫,两个小辫 在这两个小辫里面挑三针 也就是这一针 在它俩中间这个镀线上一针 在这一针 然后再空一个这个镀线的位置 再上下一个两个小辫 再挑三针,就这样挑 好 一针 如果你感觉这个地方有洞的话 你可以多挑一针 我这个地方这样还可以 一针 两针 三针 三针 好 再上下一个两个小辫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再两个小辫 好,再两个小辫 七针 八针 八针 九针 好,九针挑满了以后 再挑一针 再挑一针 这就是十针 十针挑满了以后 再挑这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一 一 二 三 四 四 这六针挑完了 一共就挑了22针 这样呢72针加22针是94针 然后就开始全支全支下针 然后第一开始挑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多挑了两针 我们要把它剪掉 这是二三四五 这是第六针 这两针是多挑的 把它并掉 好 并掉了一针 然后这两针呢再把它并掉 好 这样就一共挑了22针 针数不多 然后呢这个洞呢也就给补齐了 有的网友会说 我这个地方可以多挑挑很多 然后再把它剪掉不可以 也就是最多这两边各挑一两针就行了 挑多了然后再剪也是不可以的 好 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记号扣可以跟着走 这就是70针的位置 这就是70针的位置 就这样转的圈织 知道这个行数达到六行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怎么剪针 好 织六行以后呢就开始要剪针 这会儿剪针用一种新的方法 不剪这个三角 这个三角剪出来呢有痕迹 这会儿要剪呢让它没有痕迹 就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它是这样的 这样看不出来剪针的这个痕迹 就是让70针的第一针第二针和最后的两针 就是这一圈的最后两针和第一针第二针 这四针的两边来剪针 这也是我用的一种新的方法来收腋下的针 因为我们这个袖子呢 剪针不是说一直循序着往下剪 就把这12针剪完 所以呢拉的行距比较多 这是第一针第二针 这两针呢是最后两针 往前支 好 就在这一圈要织完还剩下三针的时候 一二三 也可以这样说 一二三 剩下这三针 把这两针进行一个左上二并一 好 再织一针 滑过记号扣 然后这边呢 再织一针 这是第一针 第二针和第三针 织一个右上二并一 这样剪的针呢 看不出痕迹来 你只能剪完以后 看了这个针是往里斜的 但是剪针的痕迹没有 为了更清晰一些呢 就把这四针 我把这四针这样穿一下 好 这四针穿起来 那我们在剪后面的那五次的时候呢 都是在这两针的两边 这一针和这边这一针进行一个左上二并一 这边这一针呢 和这边的这一针进行右上二并一 也就是中间的始终是四针 剪针是在这样剪的 隔五行在第六行剪一次 一共要剪六次 我们这是剪了一次了 好 就这样往下直就行了 剪完六次 就是我们加的这十二针就收掉 收掉以后 整个袖子就再不剪针了 只有直到最后的时候 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再二并一二并一把它并完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织21厘米 然后再开始织这个两行上两行下 织这两行上两行下的结尾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个小技巧 到时候呢 我再演示一下 后面的剪针就这样剪就行了 一共要剪六次 就是把页下加的这个针剪掉就可以了 好 自己往下织 好 现在这个袖子平针部分呢 织的是21厘米了 和这一支一样长了 现在需要织这个起伏针 就是两行上两行下 这个样的针圈织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用上一个小技巧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行差 用上以后呢 它就没有了 如果你要是感觉无所谓的话 那你就织织看 就正常的织两行上两行下 织就可以了 但是呢 它会不一样 会有行差的 那我们现在在织的时候呢 就需要做一个小技巧 好 往前织 这是最后一针 这是一个记号扣 这个记号扣呢 就是起始点 这一针呢 是第一针 这一行开始织两行的上针 那第一针呢 还是正常的就织 织上针 这一圈上针 织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要用上这个小技巧 好 把这一圈织过来 好 织到这一圈的剩下最后一针 这一针呢 先不要织 把它这样挑下来 挑下来以后 这个小动作就在这 要把这两针的中间 这个度线这样挑起来 这样挂 不要这样挂 不要这样挂啊 要这样挂 这样挂以后 然后再把这一针 放到左棒针上 这两个线一起织一个上针 然后后面呢 再正常织 这样呢 它会没有行差 这一个呢 只在上针行来进行操作 这个 起始针这个记号库呢 还是要把它别上 好 就这样放这 织到下一圈的时候 就这一圈织过来以后 到这再进行一下 这样的操作 这个小技巧 就是这样用的 然后再织两行下针 两行的下针呢 就正常织 不需要这个小技巧 好 继续把它 织到这个地方 剩下最后一针 好 知道这个地方剩下最后一针 不知 把这个度线调起来 这样调起来 这样挂上 记得要从后 往前插针 不能从上往下 这样插针 就是从下往上插针 插完以后 把这一针挂上 两个线圈 一起织一个上针 这样就完成了 好 完成以后 下一行 就开始织下针了 织下针的时候 不需要这个技巧 只有织上针的时候 才需要这个技巧 我把它先摘下来 你看 看到了吗 它没有行差 这两个上针行 都是在一条线上 如果你不用这个技巧的话 这两针是错开的 就是说 这个的上针和这个的上针 不在一条线上 它错开了 它有行差 就不好看了 感觉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裂缝一样 所以直这样的错板针 直两行的和一行的 这错板针 都要用上这个技巧 只是圈直的时候 把这个行差 就给它削掉了 它会多少也能看出来一点 但是已经非常小 你看了吗 这边这个就是 用上了这个技巧 它也多少也能看出来一点 但是不仔细看呢 还是很轻微的 如果要不用呢 一看就看出来了 很难看 所以这个技巧 在织这样的花形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用上 好 后面呢 就继续往前织 一共织这么十五组 数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 织完十五组的这个上针以后 再织两行下针 然后再并针 并掉大约一半的针以后 然后就收针就可以了 好 自己往下织 记得织在上针行用小技巧 下针行不用 这个袖子织的和这一支一样长了 这个地方也是织了十五个 这个起伏针 这个袖子从这个地方开始凉 就没有把它扯开 一共是三十七厘米 如果把它扯开呢 还会到四十多厘米 所以说这个袖子呢 我不要它很长 正好就行 现在要进行最后一步收针 这地方是七十针 在收针之前呢 两针两针的并 好 这是七十针 这个计划库可以不要了 我是这样 织十个二并一 这样十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十个二并一 纸一个下针 就这样 就这一个呢 就不并 然后再纸十个二并一 就是想让它这个口呢 稍微大一点 没有说是剪掉一半 就这样 一直剪到这个地方 剩下几针 十几针 就行了 最后平收就可以了 好 最后剪完针以后 平收就行了 平收的时候呢 换一个粗一点的针 就换一个很粗的针 这是一个五点五的针 直接就是这样 制一个下针 为什么换粗一点呢 这样收的呢 比较均匀 你不用特意的去把它很放松 这个线 就正常的直 它还不会特别紧 看到吗 就这样 它比较匀 如果你要用个细针呢 你又不想让它特紧 还要特意的去放松线 它就会收的不匀 所以就这样 就可以了 好 一直收到底 好 这件衣衫傍水的套头衫 我们制完了 你喜欢吗 喜欢你也制一件吧 很糟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